大家好,我是阿妈 今天想和你们分享一下湖南的特产小凝食 酸枣糕 就是用这个酸枣地做出来的 这段时间应该挺多人都在做的 闻着就已经很酸了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邻居给我剪的 大概是有五斤 先给它淘洗干净 剪这个东西特别的解压 就是容易压坏 所以一般都是拿回来做成糕 然后就是这种酸枣片 把坏的都挑干净 上锅给它蒸上30分钟 蒸成像这样子 个个都开裂了 给它冷却一下 里面会用到这种紫苏 这是新鲜的 然后这个是晒干的 把晒干的紫苏叶子 放到抹粉机里面 磨成细粉 过筛一遍 就是紫苏粉了 这可以做调料粉 很多菜都可以用到它的 冷却好的酸枣粒 可以去皮 把果肉和皮分开放 然后你如果懒的话 整颗的去这样子去腌制也可以的 几种吃法 现在做果肉的部分 揉搓几下 它里面的果肉就抱团了 这个方法的话 就可以很好地去除果核 这样就简单很多了 果肉部分 我今天做的就是纯酸枣糕 里面加入少量食用盐 一勺紫苏粉 如果时间充裕 你可以蒸上一点南瓜 红薯放进去拌开 白糖一定要多放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酸 要用足够多的白糖 去中和它的酸味 做出来就是那种酸甜的口感 把这几种调料都搅拌均匀 完全混合了 你就试一下味道 如果觉得还是很酸 你就再加糖 再给它拌开 最后就是用个小勺子 挖出一小部分 做成这种原味的酸枣粒 这个就是原味酸枣糕 另外的几种口味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去调配 紫苏粉加辣椒粉 然后纯辣椒粉 还有就是纯紫苏粉 这几种口味 你都把原味的酸枣粒 裹上一圈就可以了 做成不同的口味 这个样子虽然不好看 但是口味真的还不错的 最喜欢吃的就是紫苏粉 加辣椒的中和味道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同样的就是加入盐 然后白糖 还有就是一勺紫苏粉 最后加的就是辣椒面 比较细一点的那一种 把这几种都给它混合在一起 纯酸枣粒做出来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不耐放 因为水分比较大 所以现做现吃比较好 还有这个酸枣皮 喜欢的人就做 不喜欢的人就不要了 然后把这几种 全部放到太阳底下去晒干 晒上几天 或者是用烘干机给它烘干 晒到八九层干 里面还带一点嚼劲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酸枣糕就做好了 不同的口味 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如果你来湖南 一定要试一下的 也算是本土的特产小零食了 它这种紫苏味道很浓郁 能够接受的人 他就会很喜欢吃 酸酸甜甜 带一点辣味 口感真的很丰富 如果家里有食材也喜欢的话呢 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是夏妈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